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双发英雄之战版全新预告及海报宣布定档 韩信 秦始皇 刘邦 项羽等群雄汇集 多现情感交织纠葛 跨时空科技与人力的破壁对决 重塑乱世之下爱情与阴谋的绝代传奇 人神对抗暗透爱恨纠葛 乱世英雄登场 上演全力追逐天意改编自科幻作家前立方的同名小说 其大胆建立的东方科幻世界 曾让科幻界内外都为之惊叹 你不相信的事就一定不存在吗 遇到就从韩信 欧豪世与前小方 海灵世对人 神的探讨切入 展现了另一个神奇的东方科幻世界 一切都从神女兮 唐燕世的人类计划开始 找到搅动天命之人的目标 让韩信 骑士黄乔振宇是 刘邦张丹峰是 吕智米露是 金科张瑞是 张良李宇轩是 天一SNH48孙珍妮是 湘宇于纪伟是 于姬田一同是 萧和李敢是 莫武陈锦如是等英雄儿女 纷纷卷入到这场蓄谋已久的计划之中 韩信起意灭秦 群雄争讨暴秦 霸王刘邦争夺天下 在神的掌控中 乱世英雄的权力之争一一上演 而韩信已成为各方权势的关键争夺之人 燃血江山掩盖不住儿女真情 韩信 求你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一场意外将韩信的青梅竹马即将 变身成一位较前小方的现代女子 克隆技术 高科技武器 时空折别穿梭等现代科学 在神的运用下 不仅串联了古今时空 更让这堆时空连履的情感走向天虐升级 未来不可而知 踏马征伐 爱恨纠缠 英雄儿女背身左右 乱世风云大战以触即发 配合定当预告 该剧还曝光了一组人物海报 唐烟身着金甲 金光环绕 透无上神力 欧好手握剑柄 身披铠甲 斩大将之风 乔振于头戴皇冠 目视前方 威严自立 张丹风龙闻浮于白衣 携势向前 一派帝王弃运 海灵腰身紧束 双手背后 强大气势扑面而来 全阵容亮相 凸显了乱世英雄儿女的独有魅力 本组海报还特采用三角形设计元素形状 以传统古气纹路与现代形状的结合强调 古今的碰撞 并将人物与元素放置于不同颜色的心迹之中 让时空重叠 未来科幻感力线 唐烟欧好手合作火力十足 跨时空 点燃东方科幻之魂 本剧 是唐烟饰演反派的一次新的尝试 并且在剧中他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科幻角色 一切故事的发展都由他来引发 一切科幻元素的融入都由他来呈现 一切英雄的成长都他由来促进 可以说在构建整个剧作的东方科幻世界上 他起着灵魂人物的作用 本剧原著小说作者钱力芳曾表示 女西这一人物在书里 刻画的时候有很多内容是存在着小遗憾的 但影视化的改编弥补了这个遗憾 本剧第一主人公韩信 一生从默默无闻 到成为大将征战沙场 最终走向对抗天衣之路 是自身品性下的孤有选择 在呈现上挑战非常大 欧豪作为近几年大热的电影小生 一直活跃在大夜幕 本剧是他转战小迎平的首部作品 意义可谓非凡 而他自身一直保有的少年气 娱乐血气 与韩信这个人物亦是相当契合 欧豪与唐燕首次合作 就是作为敌对面 无论是在智力与武力的对抗上 还是在画面的呈现上都极为引人注目 剧作通过这两个人物的诠释 让古代人与未来人进行对话 贯通古今 跨时空将科幻之魂注入到东方世界 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传奇故事 东方科幻超级剧集天意 由丁衡 梁振华任总制片人 梁振华任总编剧 丁仰国指导 苏鹏编娜 沈晶晶 赵亮任制片人 欧豪 海灵领衡主演 唐燕有情客串 乔振宇 米露 张瑞特别出演 张丹峰有情出演 李宇轩 SNH48孙珍妮 于基伟 田一同 李感 陈锦如等联媒共演 精彩即将上线 敬请